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大家知不知道原來劉德華是警察 不是無間道 原來和周潤發都騙了大家 騙得久了 他們是警察 還要是新疆 正不正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這件事是美國搞出來的 美國弄了一個新疆警察名單 又說要把這些警察全部去問責 結果這些名單竟然在不同的地方 隨便找些人趴下去 竟然被發現有劉德華和有驟讓發憤 我都沒有空找自己 可能我也在裡面 真的不是開玩笑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而這件事現在成為了國際笑柄 連美國自己的記者都頂不上去笑他們 罵他們 臨時演員也是演員 可不可以做得好一點 所以這些事情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得那麼輕 其實 假如這樣的時候 美國所做的事 還有一些認修性呢 我們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會留言 約文杰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還有一個叫做新疆受害者數據庫 就是美國的一些分支組織 慢慢稍後就會告訴大家他們是什麼組織 他們就到了新疆的問題 發佈了一堆新疆警察名單 這些警察名單 他們就說要向新疆的警察問責 什麼責 警惡座姦也要問責 要問責警惡座姦的人只有一種人 賊 罪犯 是不是 接著 我們國內的媒體 觀察者網有一個報導就說 這份報導 是蓄意造假 蓄意獵造 為什麼 我看你第一板我已經是蓄意獵造 為什麼 因為名單裡面竟然出現了周潤發和 劉德華 還以為他們的劇照來 死不死 死不死 這件事淪為了非常大的笑柄 根據一些公開資料 這是什麼新疆受害者數據庫 就是要試圖紀錄一些目前已知被關押在中國新疆的載教育營的人員資料庫 是由俄裔美籍的一個翻譯叫做 賓吉恩 去建立的 大哥 你也不要搞這些事 我很累的 經常要報你們的笑料 行不行 這個什麼新疆 警察檔案 有些譯作新疆公安檔案 叫做新疆 Police file 就是源自於一些 匿名 給一個人 阿 德瑞安 曾知的人 漢名是鄭國恩 德國人 德國人 給他一些檔案 內容包括2017年、2018年涉及到新疆在教育營演習的相片等等各方面 但有什麼相片呢 其實那些相片是 原來的風景相片 P圖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不過他就說 裡面有些學員的照片和一些資訊 文件、表格、黨政官員的講話稿等等 這些可以在網上找到 就是普通的講話稿 然後改字 黨案的體積 他說很大 有10基 然後在2022年5月24日 有14家媒體 形成了一個聯盟 說要披露這些檔案 有什麼媒體 BBC 明鏡 世界報 每日新聞 NHK日本國際媒體 今天美國 丹麥政治部 芬蘭廣播公司 意大利 NHK日本國際調查 NHK日本國際調查 記者聯盟 瑞典的今天新聞報 巴伐利亞廣播公司 挪威的晚郵報 等等 他說這個檔案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檔案 直接對我們中國的公安 展開了一個很厲害的黑客攻擊 從E網和合殺兩個公安電腦系統獲得出來 裡面截至2022年為止 是新疆檔案最大規模的檔案竊物事件 然後 然後 就來了 他把這個檔案扔出來 一扔出來 我們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 在彭幕社裡面提出相關的問題就說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你們當真嗎 這些是反華分子 抹黑新疆的最新例子 跟他們 以前一樣慣用的伎倆 如出一切 《環境時報》也發表了社論 質疑這件事的真確性和否認 這個檔案的真實性 稱西方擔心 他們抹黑新疆的世紀方話被篤破 一方面 就給巴切內特一些硬力 另一方面也提前為 巴切內特準備好一盤的裝飾 BBC和鄭恩國再上演 暢商王 認為此後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 進行種族滅絕是刻意利用西方民眾的歷史記憶 本身上其實是美國西方為了以疆制華的行動 而這份新疆 警察名單 其實沒有人真真正正的掀過裏面有什麼 就做新聞 即是說西方那些 沒有人掀過 現在好了 終於都有人掀了 一掀之下 原來這份東西 太斜了 隨便打一些華人上去 Google那裏 接著就把CAP低下來 就當是 新疆 警察 的檔案 這份東西所以會出現劉德華和周潤發的相片 當然有很多比較小的明星都在在內 相關的鐵文在1月6日發表後有很多網友發現這個造假的水平 是很沒有水平 OK 網友紛紛都表示現在這樣製造一個反華的故事 為什麼你都可以這麼快做 然後有人說 原來劉德華和周潤發不是在演藝圈發展嗎 什麼時候可以做警察家 這麼聰明 而CGTN的The Road Today的主持Elna 也在Twitter中表示 現在編寫這些反華故事實在是太簡單 太簡陋 連當紅的歌手和演員 劉德華和周潤發 都成為了新疆的警察 美國獨立記者 丹尼哈芳 他也認為這份名單 真是何其地方 當然是這份名單給不同的人看完之後 踢爆了之後才這樣說 他說 有沒有搞錯 你們竟然連周潤發和劉德華都不認識 人家那些片 賣到美國賣到整項城市 香港著名的演員劉德華和周潤發離奇地 被放棄了他們的職業生涯 成為了新疆警察 你都真是 老作得很厲害 這些反華的宣傳者 是不是絕望到這樣 去到一個怎樣絕猛的地步才可以 亂編一些這樣的東西出來 這份名單意外引發了網絡的狂歡 有很多網民貼出 劉德華和周潤發身穿著制服的劇照 沒錯 就是他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然後有些是拆彈專家的照片 對不對 更加有人發表了一些感染 看來周潤發都去了烏魯木齊做警察 真是令人難過 原來演藝圈 是這麼難做的 真的很殘酷 連周潤發這麼厲害的影帝 都要去烏魯木齊做 警察 真可憐 有網民發現 這份所謂的新疆警察名單 甚至乎 現在才看到了 裡面有幾張卡通片的照片 卡通人物來的 你什麼事過 小雲和小吉很重要 這樣 神經病 你不要把別家潮放進去 是不是 唉 真可憐 然後就說 你有沒有搞錯 連卡通片都放進去 他們真的隨便在網上 然後放些照片就收工了 是不是那些預算撇得太低 你們做事可不可以認真一點 OK 近年來其實西方大 大規模炮製種族滅絕等等的指控 大哥 你可不可以做一些事都做得比較 細心一點 是真的非常不盡不實 你真的很難令人相信 發佈這份名單的所謂新疆受害者數據庫的組織 也是其中一個推幫助撓的份子 在2021年4月份的時候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在外交部舉行了涉疆問題的新聞發佈會 用了大量數據 以及調查去批評一些國際反華勢力 到新疆問題就是炮製一些所謂的數據庫 他們很笼統地收集了一些所謂的精人 精辭等等 打算去以假亂真 去詆毀新疆 蒙騙世人 甚至乎在淘寶裡面 隨便買了一些類似公安的器服 然後 穿在一些華人的身上 然後就假裝自己是公安 然後就說 要穿草潛到其他地方 然後就要跟著劇本讀出來 樣子都沒有 真可憐 亂做這些 更加值得留意的是什麼 這個 新疆數據項目 是由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建立的 文傑你不是說美國的嗎 你說美國很久了 但美國還未出現 不是 不是 這個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他們得到美國有關部門和反華組織 美國的人權監察 人權觀察的資助 和支持 所以用了有這些錢的時候 看看怎樣可以弄一些假的東西出來 看看可不可以以假亂真 抵毀新疆 蒙騙世人 但問題是他們做這些事的時候又做得 真的偏了一點 想著沒有人看 原本真的沒有人看 但是說真的 你一發佈的話 我們14億人總有人看 一看 做人法 你就糟糕了 這個澳洲的戰略政策研究所長期 是接受美國政府有關的部門和軍火商 的經費支持 為了 金主的利益 熱衷於炒作各種不同的反華議題 周圍散布一些言論醜化妖魔化我們中國 換言言之 這個所謂的澳洲的戰略政策研究所根本不是學術研究機構 而是美國政府所支持所操控的反華工具 這個新疆 新疆受害者數據庫 是由美國人 賓吉恩 和一些反華專家 東特厥的分裂分子 去建立出來的 得到美國澳洲等等不同的國家 多方面的資助和支持去養著他們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 維吾爾過渡期司法數據庫 就是由西維會旗下的一個挪威維吾爾委員會的主席 拜俠提亞爾 吳邁爾 去建立的 是得到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 去支持和支援的 所以這些所謂的涉及到我們新疆的數據庫和一些證人 其實 全部都是棄子 全部都是給美國 或者是西方不同的反華勢力去聘請去僱傭 在境外靠著這些抹黑新疆的演員 然後製作一連串的故事 除此之外這些境外一些反華分子為了博取國際的同情 國際社會同情 他們刻意製作一些有境內親屬被拘捕 被迫害 突然失蹤失聯不見了等等的謊話 嚴重地誤導國際社會輿論 在2022年2月的時候 國際勞工聯會ILO 他們的專家委員會發佈了一份報告 裏面引用了所謂的新疆受害者數據庫裏面的數據 對中國進行了一些無理無端的自責 我們中國的外交部 國民兵當時已經予以嚴厲的搏斥 亦都說這個所謂的新疆受害者數據庫實際上是反華 來抹黑新疆攻擊中國的工具 當然西方國家是不會理你不會相信的 但是現在你連劉德華和周潤發都出賣的時候 我想 西方人士 黃絲 黑暴 你們都要張開你們的眼 看看 劉德華和 周潤發到底是甚麼人 其實過一次之後 自治區新聞的發言人伊力閣 阿那伊提 在涉及到 新疆問題的發佈會裏面 亦再次評擊新疆受害者數據庫內容 非常粗糙濫俗 編造的手法亦非常低級惡劣 他強調這些數據庫其實完全是一個造謠 捏造的捏造庫 是假的東西 是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去相信的 中國是願意和國際勞工組織對話 亦都是誠懇地邀請他們去新疆實地考察 了解一下新疆各族的 不同的民眾 真真正正 真真實實的一個 勞動的情況 再做出一些客觀 公正的評價 我們不是說不讓你說什麼 但問題是你連那裏都沒去過 你怎樣說那裏好還是不好 對不對 這些是否道理 當然 他們未必會去 他們其實不願意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說的東西是假的 如果他們去到的時間 看到一些東西 跟他們以前所說的大話 編造的大話 不同的時候 他們都不知道怎樣 和國際交代 當然 最慘的是他們 不知道怎樣跟他們的荷包交代 所以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些 笑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你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留言訂閱民潔紳士特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